每個吃過的人都會帶朋友回來 因為第一我們的東西健康 像芝麻最健康的 還有這個是我們本店的招牌 聲音鏗鏘有力大力推廣蚵仔麵線 他是吉馬唱片創辦人陳維祥 6月初確診新冠肺炎 如今康復順利出院 請大家務必要繼續我的教訓 要小心 沒事沒事沒事 大難不死 必要後無 連說了三次沒事 陳維祥出院後 目前還要居家隔離休息 他致電給好友們報平安 聲音雖然有些喘 但明顯比住院時還有精神 他1號時因為發燒到馬街醫院檢查 篩檢後確診送到隔離病房 插管3天後 直到4號病情比較穩定 才轉往普通病房 14號中午康復出院 命檢回來了 我在這裡呼籲 這個病 要特別小心 不小心萬一得到了 也比較怕 行正常管道 武器治療 才會變體亂投疫 這一場災難 不是普通的災難 這太可怕了 要小心戴口罩 陳偉翔也特別感謝馬街醫院的醫護人員 大讚他們都是天使 細心的照顧他才能幸運撿回一命 他也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防疫的心得 要大家千萬別小看新冠肺炎 平時要照顧好自己才不會連累朋友和家人 TVBS新聞陳華鴻黎七文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